这几种食物千万别吃,多吃一口可能会衰老十岁,太多中老年人爱吃了,看完赶紧丢掉去,还有十四种抗衰老食物,快来看看有没有你爱吃的。 张女士今年四十五岁,某日,当她凝视镜中的自己时,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惶恐,她发现,曾经紧致细腻的脸部皮肤,如今已松弛不少,皱纹更是悄无声息地爬上了眼角,这让她闷闷不乐,难以理解。 她明明每天都精心护肤,不惜花费重金购买昂贵的化妆品和护肤品,可为何皮肤衰老的速度还是如此惊人? 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美好的容颜终究会失去,皮肤也会逐渐失去弹性,皮肤和身体的衰老,是每个人都深感恐惧的事情。 许多女性为了抵抗衰老,保持青春的容颜,每天早晚都会涂抹各式各样的昂贵护肤品和化妆品,希望以此重拾自信,不再因皱纹和雀斑而感到自卑。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化妆品等外部手段只能从皮肤表面延缓衰老,要想真正从根源上延缓衰老,调整饮食习惯至关重要。 在日常生活中,有五种食物会加速人的衰老速度,因此我们应尽量避免或少吃。 这五种食物,无疑是衰老的加速器,但有些人却难以割舍,其中,含蜆食物就是一大元凶。 科学研究表明,长期摄入含蜆量过多的食物,会导致记忆力减退,面色灰暗等不良症状。 而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皮蛋就是含蜆量极高的食物之一,因此,尽管皮蛋美味诱人,但为了健康和容颜, 我们还是应该尽量避免食用。 二、腌制类食物,加速皮肤衰老的隐形凶手。 腌制类食品,如蜡肠、蜡肉等,常常以其独特的风味赢得人们的喜爱。 然而,在腌制过程中,为了延长食品的保质期,往往会加入大量的盐分。 这些盐分不仅吸走了食物中的水分,导致食物中盐分浓度极高,给肾脏带来沉重负担。 还可能引发胃肠道溃疡。 因此,尽管腌制食品美味诱人,但为了皮肤的健康与青春,我们仍需适量摄入。 三、罐头食品,身体衰老的助推器。 罐头食品因其方便携带和保存而受到许多人的喜爱。 然而,罐头食品的营养价值往往大打折扣。 而且,为了保持食品的风味和口感,罐头中通常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和添加剂。 长期食用罐头食品,不仅会使人显得更为衰老,还可能对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四、含亚硝酸盐的食物。 身体负担的加重者,在大街小巷。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许多人热衷于食用火腿和热狗等加工肉制品。 然而,这些食品在制作过程中往往加入了大量的亚硝酸盐以及其他添加剂和防腐剂。 长期摄入这些食物,不仅会给胃肠道带来沉重的负担,还可能加速身体的衰老过程。 五、煤变食物。 健康隐患的源头。 一旦发现食物出现霉变或变质现象,千万不要因为怕浪费而勉强食用。 霉变食物中可能含有有害物质,长期摄入会增加身体细胞癌变的风险。 为了身体健康,我们必须坚决丢弃发霉变质的食物。 为了防止衰老,除了调整饮食结构,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同样重要。 比如,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多走路等,这些都有助于保持身体的活力和年轻态。 同时,生活中还有许多具有抗衰老功效的食材。 我们应该多吃下面这些抗衰老的食物。 抗衰食物排行榜,每一口都是对青春的呵护。 一,头发之爱,牛奶与南瓜籽,想要拥有浓密绣发,蛋白质是关键。 牛奶,这杯白色液体,每杯蕴含约7克蛋白质。 每日两杯,即可满足绣发所需。 而南瓜籽,每日一把,不仅美味,更能守护你的发根,预防脱发。 若你喜欢麦片,不妨加入一把南瓜籽粉,口感与效果俱佳。 二,鼻子的守护神,葵花籽。 鼻炎,这个现代人的常见问题,葵花籽或许能为你带来惊喜。 它富含维生素液,每日一把,即可补充身体所需维生素液总量的93%, 有助于改善过敏症状。 一感冒的你,或许也能从中受益。 三,眼睛的滋养,胡萝卜与鸡蛋,橘黄色的蔬菜,如胡萝卜,南瓜, 它们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宛如天然的眼药水,为肝眼症带来舒缓。 而鸡蛋中的类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等抗氧化物, 能够助力眼睛延缓衰老,每日坚持食用一个鸡蛋。 五个星期后,你或许能感受到明显的变化, 尤其是那些蛋黄颜色深的鸡蛋。 它们含有更多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护眼效果更佳。 四,皮肤的守护散。 番茄,番茄,这天然的防晒霜,富含强力抗氧化剂。 番茄红素,每日仅需摄入16毫克, 就能将晒伤的风险降低40%。 红色番茄中番茄红素含量丰富,有助于防治因衰老,免疫力下降引发的疾病。 而黄色番茄虽然番茄红素含量稍少,但富含胡萝卜素,能够防止皮肤干燥粗糙, 让你的肌肤保持水润光泽。 五,牙齿与牙银的守护神,芹菜与猕猴桃。 牙齿中爱纤维丰富的食物,芹菜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当你大口咀嚼芹菜时,它正默默为你的牙齿进行深度清洁,减少蛀芽的风险。 更令人欣喜的是,用力咀嚼芹菜还能刺激唾液分泌, 平衡口腔酸碱值,实现自然的抗菌效果。 另一方面,牙齦出血常源于维生素C的缺乏。 猕猴桃,这一维C之网,堪称牙齦的忠实守护者, 研究发现,对于牙周疾病患者, 每日使用猕猴桃不仅能有效缓解牙痛与出血, 更能将患口腔癌的风险降低高达56%。 6.肌肉与关节的呵护者 橄榄油,当肌肉和关节发出酸痛的信号时, 不妨在炒菜时加入一些橄榄油。 橄榄油中的橄榄油蜡素具有消炎作用, 能够缓解炎症与疼痛。 在日常烹饪中加入橄榄油, 不仅能为菜肴增添风味, 还能让肌肉与关节保持年轻活力, 延缓衰老。 7.心脏的守护盛品 卤笋与葡萄汁, 卤笋是心脏的忠实守护者, 它能降低血脂浓度, 软化血管, 减少心脏病的风险。 卤笋中富含的叶酸, 有助于减少高半光氨酸, 这种发炎氨基酸的含量。 美国前总统不时与夫人劳拉中爱卤笋, 他们健康的心脏离不开卤笋的滋养。 此外, 紫葡萄汁富含抗氧化剂, 能够抑制对心脏有害的物质, 为心脏提供全方位的呵护。 8.大脑的滋养佳品 圆白菜 大脑对圆白菜情有独钟, 因为它富含以鲜胆碱, 有助于提升记忆力和促进大脑健康。 每天食用甘蓝类蔬菜如圆白菜, 可以显著减缓认知功能的下降速度, 生食圆白菜效果更佳, 可尝试凉拌或制作沙拉, 烹饪时也不宜过度加热, 以免破坏其营养成分。 9.肠道菌群的助力者 豆豉 高纤维食物有助于保护胃部并改善肠胃功能, 豆豉作为大豆发酵制品, 含有丰富的益生菌, 能够优化消化功能, 在烹饪时加入豆豉, 不仅能增添风味, 还能为肠道菌群提供有益的营养支持。 10.乳腺的守护者 菜花 新鲜菜花具有出色的抗癌作用, 能够刺激人体, 分泌出阻止乳腺癌细胞生成的酶。 南方菜花与北方菜花各具特色, 前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胡萝卜素, 有助于提高细胞免疫功能, 为乳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1.骨骼的强化剂 巧克力 巧克力富含铭元素, 适时补充铭, 能够增强骨密度, 为全身骨骼提供坚实的支撑, 适量享用巧克力, 既能满足味蕾, 又能守护骨骼健康。 12.嘴唇的滋润剂 核桃, 想要拥有水润不干燥的嘴唇吗? 那就每天吃上几个核桃吧。 核桃中富含的欧米加三脂防酸, 有助于调节新陈代谢, 为双唇带来持久的滋润。 与老核桃相比, 鲜核桃虽然营养价值稍逊一筹, 但其维生素含量却更为丰富。 13.指甲的强化者 牛肉, 指甲并非只有一层, 它含有脚蛋白层, 当指甲失去光泽, 变得脆弱时, 最快捷的补救方法, 就是补充蛋白质和铁质。 牛肉不仅富含蛋白质, 其含铁量也居肉类之首, 且溢于人体吸收, 是强化指甲的理想食材。 14.五脏的滋补佳品 山药 秋冬时节, 山药成为滋补的佳品, 它既是中药中的养生佳品, 又具有健脾补肺, 意味补肾等多重功效。 在寒冷的季节里, 适量食用山药, 胜过吃各种补药, 为五脏带来深度的滋养与呵护, 衰老并非令人畏惧, 真正可怕的是向衰老屈服。 在当下, 众多美容院与化妆品公司 纷纷推出了各种延缓衰老的产品, 尽管它们能在某种程度上 帮助维持肌肤的平衡, 但要想真正守护皮肤的健康。 调整饮食习惯 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 在日常生活中, 积极摄取有益的食材 显得尤为重要。 它们不仅能够滋养肌肤, 更能从内部激活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 让您的美丽由内而外焕发。 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